查尔斯三世继位之后 外界认为他要面临几项挑战 包括了王室现代化的挑战 其中就包括跟他的儿子哈利 还有媳妇梅根的关系 再来英国的君主的权利 其实是比较受限的 接下来他上任之后会不会有些改变 以及他上任之后 要怎么延续英国王室 在英国日常象征性的角色 还有王室的存废 可能又会再引发一些讨论了 主要英国的君主不只是英国的元首 他同时也是13个大英国协国家元首 因此一直都受到高度的关注 而查尔斯三世本身 他也提过一些改革 曾经他希望要缩减王室的重要成员 从22人缩减到7个人 7个人就包括他跟妻子 还有他的长子威灵王子夫妻 跟他的弟弟爱德华王子夫妇 还有他的妹妹安妮公主 外界认为这样子的缩减 其实也是希望外界的目光 可以更聚焦在 其实声望很不错的 威灵王子夫妻上头 另外女王是在苏格兰的 巴尔莫勒尔城堡过世的 现在也传出这个城堡 接下来可能会改变成 博物馆用来纪念女王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